很多人煮馅菜都是直接下锅煮 那样你就搞错了 要先把它焯一下水去除炒酸 油热换入大蒜皮蛋炒出香味 好吃的关键要加这个咸蛋黄酱 家里备两罐可以做咸蛋黄鸡鸡吃咸蛋黄鸡虾 炒至末泡泡后倒入一碗开水 煮开后加盐鸡精料酒 骨抹有点多撇一下 出锅倒在馅菜的上面 这样做的皮蛋馅菜汤汤鲜味美 全家人都喜欢吃 学会了赶紧试试哈